比如说好了 我们来想个东西 假设我们在原子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在一个材料里头 材料里头你有很多原子核 比如说一围 你这边有个原子核 这边有个原子 这边有个原子 那这个电子所感受到的未能锦是怎么样 对不对 感受到未能是这个样子 那你每颗原子有多少颗电子 你倒有很多从1s 2s 2p 3s 3p 3d 慢慢的叠上去嘛 好那你叠啊 1s在这里 所以1s有没有彼此见面 没有 在我目前这个这个没有 对不对 你要是钠离子 锂离子可能有嘛 对不对 锂有没有 1s好像也没有 只有亲自己 对不对 好2s可能在这边 他们也没有见解 2p可能在这里 他是不是有机会可以tunnel到对方去 有没有机会 我有可能从这边tunnel到这边来 所以他们可能有一点点会有见解的状态 3s在上面 哇 那更 是不是更容易有 有交叠的地方 所以他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这是10空间的 再加上能量空间的一个简单的画法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 一般我们会说几架几架 care的是哪一个会跟隔壁产生作用 所以在材料里头就很复杂哦 比如说我们里纳假如设法都是什么s的嘛 s1 对不对 s上面只有一颗 7呢是1s 1s1 里呢是2s1 那呢3s1 所以他这个s呢 比如说3s1 他很容易跑去跟绿见解 就变成食言了 对不对 蜡剧毒 绿也是剧毒 两个加起来就会非常好吃 就不代表你把两个毒了 加起来就一定很好吃 OK 但是呢 他只有s跑掉 那你告诉我2p呢 他的2p发生什么事情 满鬼欲 2p是6 对不对 他只有这颗跑去见解 也就是只有这颗是在最上面的 他才有可能跟旁边跑去见解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价电子 OK 然后呢 P没盖茨贝蕾 P 2s2 s这两颗呢 也在非常外围 很容易产生见解 transition metal呢 就麻烦了 transition metal它有3d electron 3d又比s更外面 它的整个鬼欲的扩展 会扩展到鬼欲更外面 不要担心 等我们解到氢圆子 能解完你就知道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又会跑去跟人家 扯来扯去 所以就变成很复杂的一个概念 你说 P是几架了 你说两架 两架是什么状况下两架 当他碰到另外一个东西 硬把他两颗电子 通通抢走的时候 比如说 煤好了 煤喷到氧 变成氧化煤 氧化煤很多 我们实验室很多 氧化煤很多 你要是大便不太顺 他就给你吃什么 他就给你吃氧化煤 那你说我干嘛 跑到那边去拿 我们实验室不是很多吗 咬一扫吃下去 然后就拼命往厕所跑就对了 但是那个太贵了 那个纯度太高了 医疗不用那么高 OK 这个氧化煤呢 氧就是很凶 它会把煤的两颗电子 抢过来非常靠近氧 所以氧就变得很胖 所以我们说氧是富二价 那是因为他抢了两颗电子 他煤呢 煤他倒霉嘛 谁叫他姓煤 倒霉嘛 他就被吃掉两颗电子 吃掉两颗电子 他就变正电啊 就变正二价 但你肯保证所有的东西 箭捷都是我损失你获得吗 没有耶 你有没有学过供价件 供价件就是两个方案 一起用 一起用 OK 那你告诉我你几价 我几价 这个数就变得很复杂 OK 以我们眼光来看 是你整个的电子鬼域 整个的变化 很难用价数来讲 但是呢 早期不知道这个的化学方面 他们就很喜欢用价数来讲 我们常常做出来 这个价数是3.5价 你告诉我3.5价是什么意思 是代表有了3价 有了4价 所以平均起来3.5价 还是每一颗都是3.5价 哇 这个就闹翻天了 这个炒就可以炒个十年以上 那你要看实验怎么验证 是否真的有这个样子 所以就弄到 很复杂一个状况 但是基本上 我们所有材料 你用眼光来这样子看待的时候 常常 我们这个时候 只要管上面的加电子 就是它的物理特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知道成分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做电子显微镜 拿个电子树下去打 一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你把这颗电子给轰出来 你凶嘛 没办法 它被你轰出来 轰出来之后呢 这颗电子是不是就要跳下来 跳下来呢 它就放出一个X光 记住 这是内层的 所以我放出来X光 除非我这个东西很轻 要是我这个东西很重 就代表上面有一大堆电子能接在这上面 那我这个放出来X光呢 跟旁边的间接的关系不大 所以这个X光 因为每个人 假设我是 这个是一个A材料 这是B材料 这个能接的宽度都不一样 就代表它放出来X光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可以靠着这个指纹来判定 你里面有什么材料 材料的多寡 通通都可以知道 因为我喜欢用深层来看 对不对 那这样子你才知道 哦原来我去 我用SEM去看这个材料 因为我们整个系上都在做材料 那你材料怎么分析 你就从这边可以了解 它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基本上就是我们解完之后 得到了这个概念而已 那你就要看看怎么样使用出来 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模糊 没关系 等你做到实验 你就要了解这个东西 OK 好稍微再聊一下 你们要是去做实验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它告诉你怎么操作程序 你就怎么操作 做完这数值是怎么样 就拿来用了 你怎么知道这数值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 你今天取的这样子是OK的 你怎么知道 很多学生 我发觉 他们在大学部 没有被超过的时候 他们总是以为做实验就像在实验室里面一样 三个钟头按照步骤 嘎嘎嘎嘎嘎出来就对了 哪里有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假设是这样 全世界早就太偏了 就因为做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很有经验告诉我 我们这个仪器到底在干嘛 它量到了对不对 我今天这样量好不好 OK 你的经验才会累积 数据才会正确 OK 好 好 那我们继续下来 那我们已经知道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在解偏文方程的时候 或者再解 audient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用急速方式来解的的时候呢 常常解完之后 我们很想要知道 这个东西会不会正交 这个东西怎么用 它如何微分 它如何积分 我们很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假设有正交 那它本身就会当做个basis了 对不对 我对它展开来 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像sine cosan一样 那我们这个 有没有这个特性呢 我们怎么来了解它 那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OK Hermite equation呢 就是我们左边写的第八个赤字 我们将它的一个数字 把它写下来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 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第一个很好玩的 H0 N等于0的 N等于0的 永远等于E OK 所以E可以用H0Q来表示 这样子 H1Q呢 等于2Q Q呢 是更好alphaX 所以说是跟着位置有关系 它是照会打 Q在这里 更好alphaX 所以呢 它这个Q越大 它就越大 Q越小 它就越小 所以它形成一个四速度角的夹角 所以它是个G函数 H2Q呢 它是个偶函数 对不对 H3Q呢 你可以一直下来 你发觉 当你index是n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N等于多少 N等于偶数的时候 我让A0等于0 N等于G数的时候 让A0等于0 我就是剩下G函数而已 那它N等于G数 当然是要G函数 N等于偶 偶数 偶数 它就等于偶函数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 假 这个是什么函数 这个是什么函数 对Q是什么函数 这是偶函数 偶函数乘上G函数变成什么 G函数 偶函数乘上偶函数呢 偶函数 所以呢 我们这个解的本身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的解呢 它的形式呢 是G函数还是偶函数呢 Depends on H Hermite Polynomial的结果 OK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Simple Harmonic很Simple 它是N等于偶数的 它就一定是偶函数 N等于G数就是G函数 你要是G非偶也非G 那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G不是压也不是G 不小心是什么东西的 OK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排列组合 用偶函数跟G函数下去组合它 那这样就比较容易处理 OK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因为呢 Explanetial-2的2分之Q平方 Is an even function 所以 所以 Persian-2 它是什么 它是Odd function If N等于Odd 它可以是Even function If N等于Even OK 这样子 我们就了解 好 我们刚刚的HQ呢 这个Hermite Polynomial呢 本身的解法 我们是用 这样子方式 用Series解 把它解出来 但是你要产生出 Hermite的 Function的形式 你未必 用这招才可以得到 还有两个招数 可以得到同样的HQ OK 那它们不同的表现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 有HQ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积分啊 微分啊 灵活度就增加很多 OK 好来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我们要定义一个 新的函数 有个是F 它是SQ的函数 它会等于Q的平方 减掉 S减掉Q的平方 OK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S乘上2Q减掉S OK 这个是它的一个定义词 OK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 展开来呢 它会变成Summation N等于0 到无穷大 A N Q 细数 上上S的N次方 除以N的阶层 你怎么做 你对S的展开来 S的平点 这一点 对它做泰克展开 你很简单的 就可以得到这样 那前面就是细数嘛 细数我们待会写一下形式 你就知道 那你会有多个S的N次方 除以N的阶层 好 这个是每一个泰克展开式 前面都有的东西 好 那么其中呢 AN Q呢 会等于什么 基本上是N次方 基本上就是Partial N次方 Partial Q的N次 F SQ 然后Lung S等于0 这个是泰克展开式 告诉我们的 好 然后我们把 它丢进去 上面那个丢进来 我们可以得到 Exponential Q的平方 Partial N Partial Q的N次方 Exponential 负的 S减到Q的平方 让S等于0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写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要来做一点点 小小的变换 因为 假设你Partial Partial S 假设你是对S微分 我可以把它写成为Partial Partial的 S减到Q OK 我可以这样子写 我这边是S吗 抱歉 我这边写错了 因为我是对S展开来 这边是对S微分 所以我可以把下面这个 稍微转变一下 AnQ呢 就可以变成这个形式 Exponential Q平方 这个造超 OK Partial N Partial S减到Q的N次方 里面的不动 Exponential 负的S减到Q的平方 S等于0 微完分之后S等于0 假设这个我们更进一步 因为刚刚是对S微分 我现在把它转到 对Q微分会多出个负号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会等于 所以我会等于 负1的N次方 Exponential Q平方 Partial N Partial Q的N次方 Exponential负的S减到Q的平方 S等于0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结果你发觉一件事情 我现在转成对Q微分 S呢 不在微了 所以我这S等于0 可以先带进来 这一带进来 它会等于 负1的N次方 Exponential Q平方 Partial N次方 Partial Q的N次方 Exponential 负的Q平方 我就可以等于这样 所以我把 这个是AN嘛 对不对 ANQ ANQ 我先把它定义一下 在我们这个部分 这是13 这个是14 OK 然后现在呢 我要很快速的 来做几件事情 OK 这个 是它的系数部分 现在我直接要对FQ来做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快速的 请大家自己做一下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F呢 再对Q偏微分 会等于两倍的S 假设F的两次方呢 是对Q跟对S 分别微分 会等于两倍的F 再加上2S Partial F Partial S 请大家记住 这个是非常直觉的 直接抓进来 你就可以做了 这叫15是 16是 17是 OK 好来 现在我们用几个东西 这个是吧 这个应该要有Exponential 不然后面不会上去 这样子嘛 是不是 我们算算看 Q平方 减掉S平方 加上Q平方 减掉2SQ 加个负号 负正 Q平方 下来 S S提出来 对 这边有Exponential 没错 谢谢你 OK 它会等于这样子 好 我们把它围完分之后呢 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我们做几个处理 OK 做几个处理 第一个 15加上16 我写在这边 15 加上16 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那我们可以得到 Partial F Partial S 再讲 Partial F Partial Q 会等于 这两个加起来嘛 所以2S F刚好杀掉 变成2Q 乘上后面的F 这个是知道的 18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把18个式子呢 再把它微分 18式呢 对谁微分呢 再对Q微分 再微一次 所以这一微一次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 Partial F 比如说这个对Q 是不是平方 Partial Q Partial S 我们是两个相加嘛 Partial平方F Partial Q平方 等于Q1微分完 变成2F 对不对 哦 它对Q 这个也有可能是Q的函数 再加上 2Q Partial F Partial Q 其中的这个 不就是这个 是七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整理一下 我们会得到 记住 我整个重新整理哦 我们会得到这个式子 好 那F等于什么东西 F不等于13吗 这是F 我们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的之后 我们最后面可以得到奖 会等于这样子 这一个 我们发觉 它只是S的极数而已 它 上面捡起来要等于0 那唯一办法是前面的系数项 通通都要等于0 对不对 就你看看这个系数项 要等于0的话 这个系数项跟这个 Hermite方形 有没有很像 它第一个An是两次方微分 两次方微分 减掉2Q 2Q 一次方微分 一次方微分 加上 它是2N F会等于什么东西 2N加1 2N加1减因不就是2N吗 的HQ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什么 Hermite方形 OK 它本身就是Hermite方形 所以告诉我们An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它 所以这个 就是Hermite Polynomial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一下 我这个应该写在后面才对 没关系 我再把它原来的形式写在这边 原来的定义式是这样 这样子 那我要是把这个式子展开来 前面的系数项 就是我的Hermite方形 Hermite Polynomial 很棒 对不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 因为这个展开很容易 只要对S展开来就可以 所以Ti的展开是谁都会运用 所以这样你很容易求的Hermite Polynomial它的形式 另外有一个 直接介绍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叫做Generation Function F呢就是Generation Function 它可以Generate什么东西 Generate Hermite的Polynomial 还有另外一个形式 我们先不管 直接介绍 这个也可以产生Hmq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我们叫做 Rodrins Formula 那这个名字叫做Kermite 上面这个叫Hermite Equation Hermite Equation 这个呢 叫做Hermite Polynomial Polynomial OK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这边解出来 就是这个Polynomial形式 可以写出一大串 或者用这个方法 对它做Ti的展开式 系数项就是Hermite Polynomial or 我们应用这个 你N等于1 我就微分一次 N等于2 就微分两次 我也可以产生出 Hermite Polynomial的形式 所以现在呢 Hermite呢 有三个方法可以达成 一个就是直接用Polynomial 另外一个是 有系数来决定 另外一个是 有微分的形式来决定 我们有三个方式 可以得到Hermite的 这个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形式解 OK 我编号一下好不好 很快的 你可以得到 Hermite的几个 重要的Equation OK 我把它写在这边一下 我直接抄下来 好不好 第一个 它有个很等次 Hermite 第N阶 跟N-1阶 跟N加1阶 互相的关系 这个很等次 一定要记住 OK 你在变幻的当中 我记得这边 应该有吧 有啊 就是 这张上面的 第十二个式子 OK 再来呢 Hermite的一四方微分 会等于2N H N-1的Q 它的一阶微分 微分完之后 它会降阶 从HN DN阶 降到N-1阶 OK 那假设我微分两次呢 它会等于4N 乘上N-1的H N-2Q 它就会这样降两阶 那三次就是降三阶 对不对 这样一路下去 那我们这个 除了这种形式之外呢 它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形式 假设我们现在只要 希望很等次 是在两阶 N加1阶 跟N阶当中 相等的话 那右边你要剪掉 DN阶的 一四方微分 而且呢 我们不是说 它是个 G函数吗 G函数就要遵守这样子 基本的要求 当你把它换成 -Q的时候 前面要乘上一个-1 看你换 换成几次 N-1 OK 这样子就可以 这几个呢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 一样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正交 OK 这个是它的一个正交特性 那么最后呢 你把它Normalize的结果呢 你就可以得到 前面呢 需要加上一个系数 或者你把它转换回X 这开更好 我们就可以写上枪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 Simple Harmonic 的 Oscillator的Web Function 就是这个 Energy 是从EN开始 H bar N加二分之一 这边其实你可以看到 很重要一件事情 第一个 它的这个Energy N等于0的时候 它不等于0 也就是它这个 它的Zero Point Energy 不等于0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Zero Point Energy 不等于0 是为什么 是因为Uncertainty Principle 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个天然的 自然的 它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那我们的Wave Equation呢 就写在这个地方 这一看啊 哇 这个前面西数不管它 这个好像蛮熟悉的 蛮熟悉的 你常常都会 Exponential 负一个什么常数 乘买X平方 有没有 X平方除以二的 假如这个高圈方讯呢 你还要乘上一个 半高宽 对不对 等等的这样子 你发觉 大家很多都是这种形式 那后面再加上一个Hermite 那Hermite就比较难想象 它是什么 因为它比较 不是像我们以前讲 Sycle 是这么简单的规律性 OK 那我们就要对它 有足够的了解 谢谢观看